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极度说求 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辽宁男篮,关注一下郭爱伦 那我们知道今天晚上郭爱伦的辽宁男篮将会迎来青岛队的挑战 在第三阶段首场比赛当中青岛队就大比分的战胜了没有郭爱伦的辽宁队 也是开启了辽宁队的三连败之旅 到现在为止辽宁男篮还没有能够在第三阶段取得过任何一场的胜利 那么榜首的这种优势也已经是荡然无存 我们虽然明白现在辽宁队的处境是非常艰难 那么郭爱伦的话呢,我认为也不应该在这个时候着急的付出 为什么呢?因为其实目前的形势还没有到万劫不复的地方 那现在的话,其实整个广东男篮也就是排名第五的这个球队 他的状态也不是特别的稳定 包括前四名的球队里边,咱们也看了上一场比赛上海队也是输球了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辽宁队是大概率 即便是没有郭爱伦参加接下来的常规赛 也能够保持住目前的一个胜场优势 以前四名的成绩进入到季后赛的 而季后赛又大个率的采用赛会制的比赛 所以说究竟是排名第一还是排名第四 其实根本没有那么重要 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说 此前郭爱伦的一个伤病情况已经是公之于重 双脚足底筋膜炎 那这样的一个伤病我们此前反复强调过 它不是一个很严重的伤病 但是一个很麻烦的伤病 带伤上阵那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但是一旦再继续复发的话 很有可能会让它整个赛季报销 甚至可能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办法回到赛场之上 而这个病要痊愈的话 最少最少也要一个月 其实只要郭爱伦能够沉住气 对吧?咱们前面分析了 辽宁队的常规赛战绩 无所谓了 他们已经提前进入季后赛了 而且前四名进入季后赛的概率是非常大 再加上今天晚上面对的这个青岛队 咱实话实说其实实力也算不上多强 别看首场比赛是20多分大胜辽宁队 多少程度上来看的话 那场比赛青岛的外线是超水平发挥的 你像许家涵这种球员 平时一个三分都进不了 在那场比赛当中外线直接全开了 再加上辽宁队整体自己的态度也有问题 所以说才造成一场大比赛的诉求 那么现在再次面对青岛队 我相信辽宁队整体的这个态度是不会有任何问题的 因此我们觉得郭爱伦是不需要在这场比赛当中 冒险付出的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CBA的著名专项记者家里是报告 今天晚上郭爱伦很有可能会付出迎战青岛南来 那我觉得这个说实话 有点得步尝试 尽管大家非常呼吁郭爱伦回来 包括郭爱伦自己很多球迷也戏称他为球吃 很享受打人球的这种瞬间 但是我们说 现在的辽宁队是缺了郭爱伦是绝对不可以的 郭爱伦应该留到最重要的时刻的去用 对吧 等到最后再次用 那为什么让郭爱伦沉不住气呢 其实他本身就沉不住气 但是现在被王哲林这个事件这么一闹 他的心情就更坐不住了 对吧 那个录音说的非常清楚 郭爱伦就是自己不想打 在那里装 这样的话语 很能够刺痛他这种性格的人的神经 因为郭爱伦他不是一个那种无动于衷的人 可能我面对零原废语 我无所谓 他是很在乎这些东西的 所以说 当这种东西再次来的话呢 就相当于是压垮了他身上最后一根 骆驼的稻草 对吧 他就必须要出来打了 我觉得单纯从俱乐部的角度来看的话 现在是不适合让郭爱伦出来打去的 就是让咱们前面反复抢救的一个问题 他这个病可以打 但是不是现在打 一定要等他伤育 甚至是至少是能够伤育个七八十 等到季后赛去打 如果按照我的观点 我觉得以辽宁队目前的实力来看的话 对吧 他们常规赛完全可以放弃掉怪论 包括季后赛 对吧 我们可以看到他们附加赛是不用打的 等到季后赛 他们真正开打的时候 有一个半月的时间 再让他那个时候 根据对手的强弱情况 选择是否付出 才是一个最重要的时刻 因为对于辽宁队来说 他们的目标 整个赛季就只有一个 就是总冠军 常规赛排名第几 这个根本不重要 只要进入季后赛就可以了 但是就像咱们前面反复强制的 那现在王哲林这么一闹 可以说是彻底的把辽宁队给坑苦了 那郭艾伦自己也坐不住 即将在今天晚上的比赛进行一个付出 这对于辽宁队来说 绝对不是一个好消息 而是把这个潜在的隐患 逐步的放大 而这都要多亏王哲林的那番 不合时宜的谈话